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儿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55集 Lisa似乎有意见 等办公室只剩下夏小兰和马修了 马修凑上来小声说道 他不信任你的设计能力 又不肯说出来 他肯定在想看我们闹笑话 马修把自己和夏小兰的利益捆在一起了 夏小兰出这个概念图 马修也有出力 说实话 他还以为夏小兰只能设计 像电子广场那样商业气息浓郁的实用风格 没想到这次同样是简约 却走浪漫路线 夏小兰浪漫吗 这个女人呢 只是长相有欺骗性 实际上比男人还强势 但真的把剧院内部装修设计成这样 别的不说 年轻人或许会很感兴趣 年轻情侣能去看电影 为什么不能约着去看音乐剧 马修是男的肯定无所谓 他的女朋友会选更漂亮的地方 等等 再幻想下去 好像他真的有女朋友了 等着看我笑话的人还少吗 GMP的大部分人都在等着看笑话 如果我不同意你参与 你也是等着看笑话队伍中的一员 我根本不关心丽莎的想法 夏小兰戳破马修的小心思 马修说丽莎坏话 就是想排挤丽莎 想更靠近这个团队的核心位置 夏小兰才不会被他猛骗 起马丽莎的经验比马修丰富 马修不能完全替代丽莎的作用 马修一脸严肃 我没有 我们一直是来自康奈尔的团队 两人小队要齐心协力 在GMP站稳脚跟 你看见我和那些人走得近 我只是为了打探消息 看看是否有人在背后偷偷说你坏话 你看 丽莎去基辛格先生办公室了 我敢打赌丽莎就是去说你的坏话的 马修竭力否认自己曾经看笑话的心态 他看什么笑话呀 现在他才害怕被人看笑话 这才刚开完会 丽莎就单独去见基辛格 连夏小兰也没办法不多想 希望丽莎不是因为这件事去的 如果是这样 我只能换掉丽莎了 有意见不对他说 越过他去找上级 这在任何职场都是大级 当时基辛格提过几个人选 是夏小兰自己选择了丽莎 他记得丽莎配合霍夫曼时 是多作少说 十分兢兢业业 女性在这一行出头的机会少 同样是女人 他才愿意选择丽莎 现在看来 这或许是个错误的选择 换掉丽莎 那还是需要另一个建筑师参与 会是谁呢 马修的脑子飞快转动起来 丽莎 你们小组的进度如何了 我听说夏整天和威尔逊夫人相约砍剧 看来他对剧院翻新的方案 已经有了灵感了 基辛格停下手中的工作 笑呵呵地和丽莎说话 是的先生 今天夏拿出了他的概念方案 非常漂亮的设计 我一见就非常喜欢 我想你也不用担心客户会不满意了 丽莎这话说得有点意思 她是团队的议员 今天却第一次见夏小兰的概念方案 也就是说 夏小兰是独立做了这个概念方案 并没有咨询过团队成员的意见 难怪 丽莎会跑到她的办公室来 基辛格皱眉 看来我们需要和夏谈一谈了 不过丽莎 有什么事你应该先和夏沟通 这个委托和事务所其他委托不同 她只能由夏主导 没有夏小兰这笔生意就跑了 客户点名也只肯让夏小兰设计 基辛格能有什么办法 为了留住客户还要确保GMP的名声 她只能放手让夏小兰去设计的同时 给夏小兰派点有用的帮手过去 丽莎去夏小兰身边有监督的意思 但这监督并不是时刻来向基辛格汇报 而是在发现夏小兰犯错误时 帮助夏小兰纠正错误 丽莎真正的作用就是帮助夏小兰 而不是来告状 团队才组合起来几天呀 概念方案都没给客户厌看呢 就要闹不合了吗 基辛格觉得很麻烦 忍不住点了丽莎两句 方案能否让客户满意 是夏的事 丽莎 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 在你们团队成立之初 我乡下推荐了 内吉尔和高尔顿 使夏主动点名选择了你 我想 你要让自己的工作 对得起夏的这份信任 好吗 奈吉尔和高尔顿 这两个都是比丽莎资深的建筑师 不如霍夫曼有名 却比丽莎有名多了 丽莎脸一红 基辛格的意思是 他不该来办公室打小报告 先生 我先出去了 丽莎走的时候有点狼狈 基辛格的意思很明确 这个团队 所有人都是要替夏小兰服务的 因为这次的客户 是夏小兰自己带到GMP来的 没有夏小兰 客户就要跑掉 如果丽莎不愿意配合夏小兰 为了确保委托顺利完成 基辛格就要换其他人 去配合夏小兰了 丽莎之前并不是不清楚 她只是没想到 基辛格的立场会如此坚定 一个女建筑师 在事务所混了多年都不出头 除了建筑这一行 对女性的偏见 和她本人的能力 也是有关系的 能力不仅是专业领域 还有情商 站队都看不清形势 难怪丽莎会被埋没 离开基辛格的办公室后 丽莎就忐忑不安 特别是后来夏小兰 又去了基辛格的办公室 丽莎还以为 夏小兰会把自己换掉 但基辛格似乎没告诉她 丽莎却说了些什么 丽莎暂时安然无恙 继续待在夏小兰的团队中 此时的丽莎 心态却不同了 不敢再软抵抗 夏小兰再询问她的意见 她的态度端正了许多 马修一双眼睛经常盯着她 就在等着她犯错 这次来的两个实习生 都各有各的难缠啊 一晃 时间又过去两天 夏小兰把进一步完善的概念方案 搞了出来 约见威尔逊夫人 威尔逊夫人却说自己没时间过来事务所 问夏小兰能不能将方案送去 她在纽约的住所 威尔逊夫人搞得神神秘秘 虽然是大白天 夏小兰还是把马修给带上了 马修是设计团队的一员 自然也能一起去见客户 车子载着她和马修穿行在纽约市区 最后到了威尔逊夫妇在纽约居住地 沿着中央公园向北向东 就是纽约非常著名的富人居住地上东区 这里住着金融投资银行的富豪们 夏 一个威尔逊夫人成了你的客户 或许整个上东区的大门都对你打开了 马修的语气中流露出羡慕